从深夜到晨光 眼前迷人景色在斯洛维尼亚 后土耳其 很多人一身必看清单热气球 有民众跟朋友参加旅行团游东欧 一路玩土耳其 克罗埃西亚 斯洛维尼亚到蒙地内哥罗 一人八万五牛罩 沿途美丽景色 也没让他在美丽心转台 国内知名业者 行舰推的十日游行程 民众说前几天都好好的 没想到返台前一天发生惊吓的事 先是晚餐 整团人到餐厅 业者说没有定位 让整团30人饿肚子回饭店 虽然最后有东西吃 但跟前一天一模一样 而隔天要回台 所有人从波德哥里茶 搭击到伊斯坦堡 要转机回台北 结果领队又说没有机票要候补 旅客傻眼 认为自己抱团 怎么会有这状况 峰回路转下 才又在最后一刻被通知可以上机 可是毕竟是跟朋友来玩 他宁可一起多待一天 不过被告知 后不到机位不上去 想隔天一起飞 得再付一次钱 争议连连 我们实际联系当事旅行社 客人走中间有一些抱怨 一些正义 这个部分存在 公司当然是当下 就是会依照旅游契约书的处置 会把这一餐的餐费 退回客人之外 再多赔一倍的餐费 至于回程的航班 土航临登机前 警示通知 因为他们航班超迈 回台北的航班超迈 旅行社强调餐厅出包 他们会符合定型化契约要求 甚至多赔一倍餐费之欠 至于机票 因为是土航超迈 货满的旅客 有机位候不到 按规定就得上机 若被延误的 也会获得航空公司600欧补偿 提醒民众 参加团课出游前 合约保障看清楚 旅游出状况 才能向这回旅行社提供 应用补偿 约新闻花生生 林瑞台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